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有廣告上提及一次性的 是否没有 所谓一次性 看你一次性做了甚麼 可能你要再分拆 你想一次性做了甚麼 是否一次性可以 一次性 譬如一次性鑄蛇 譬如龍鼻 可以一次性做了 做漂亮的鼻 可以做高了鼻 可以維持一年15個月 15個月再回來做 是否一次性 所以標準是一次性做多久 可以維持多久 這是一個準則 另外有些活力生活 有些情況 譬如現在我們做提升 面部的提升 簡單 我最常見的高頻超升波 超升刀 做了它維持幾年 如果病者做了幾年 他開心 當然他除了年紀增長 他一樣受到年紀的變化 他可能會再要求你再補打 或者再做 所以我們看一次標準 其實是 病者滿意程度多少 我們都要考慮 而且我們會講清楚 要他有一個正常的 承認 即是他的要求 是否他過分的要求 我們會講得很清楚 所以在心理和數字評估 做之前我們會講得很清楚 讓他知道他的要求 我們會給他多少 這所謂的心理溝通是很重要的